本集由女司机赞助播出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这期一定收视超红 本集还由刘大勇赞助播出 奥丁斯 你这个老伙计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一周上游质检报告 近期什么最重要呢 没错就是去订阅看复联2啦 看完首映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刷屏了呢 而小波火呢 已经在朋友圈看完了整部复联2 呵呵 今天就为大家检验这款好玩的休闲游戏 小小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 首先先为大家带来的是 尝试回归的怒鸟系列新作 愤怒的小鸟大作战 这是一款怒鸟地裁的三章游戏 采用了全新的世界匹配玩法 玩家只需要点击对战 就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玩家展开实时战斗 游戏的玩法上呢 并没有太多的创新 只是加入了战力模式 玩家在消除之后呢 可以累积自己的战力和防御力 在消除结束后呢 便和敌方玩家展开对战 其实就是拼点 游戏还是非常好玩的 只是服气太差了 总是掉线我也是最难了 实际是懒得吐槽了 清算结果6点5分合格 再来看一款非常新颖的桌面卡牌游戏 Soul Spark 无像国内的圈田物啊 这款游戏还是非常有其独到之处的 游戏原划由著名的科幻化家创作 具有浓厚的欧式魔幻色彩 玩家在游戏中呢 可以控制包括骑士游侠治疗师这三个人物角色 击败面前出现敌人 每个英雄呢 都有不同的武器药水和技能 只有把这些资源装备到对应的角色身上 才能发挥出其作用 双方所打的每一张牌都具有一定的准备时间 而且不同的牌呢 需要的准备时间也会不同 玩家需要根据出牌的时间差来控制策略 例如敌人使用了一个强大的魔法 但用时较长 那你就可以在其魔法发动的时间内 采用一些防御手把消除他的攻击 非常具有挑战性哟 不过游戏不止时钟了 所以玩家需要一定基础的语言储备呀 检测结果 8分 合格 Into the circle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休闲小游戏 非常适合拿去虐那些强迫症的玩家 游戏的玩法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控制好线头摆动的方向 按住屏幕控制力度 松开圆球录入把心即可 有点像点平话的冰湖球 啊 根本停不下来呢 检测结果 7分 合格 接下来是社交巨头 金卡带来的 Ampire Balance 这款游戏在这些Facebook上架之后呢 首月上前玩家就突破了四界万呦 对于首次涉足 社交战斗类型的基卡来说 这个游戏的成绩啊 是相当的理想 此次一直到移动平台 想必是为了占领 日益饱和的移动市场 这款游戏属于战争题材 玩法和海岛骑兵类似 片段都是玩家的策略和部署能力 画面呢 够贴近写实风格 这一看有点像红锦耶 社交方面呢 一直都是自带的巧笑啊 但跟我们又没有啥关系 毕竟我们也没阅读过那本叫做脸书的进品 游戏只是中文 打兴趣的玩家可以常试一下哟 检测结果6点5分 格格 下面要说的就是今天的重点了 Best Quest 刚进入游戏的时候 见识经验到了梦 游戏的3D画面做的真是非常的不错 整体环境刻画呢 也很细致 体验之后 大致玩法和怪物联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系统呢 那么复杂 操作呢也变成了虚拟按键操作 战斗部分呢 则是参考了无尽之剑 玩家可以静静的绣操作 世界呢则是开放性的世界 玩家可以探索地图 寻找宝藏 可玩性十足哟 游戏年费 不支持中文 千万不要错过哟 检测结果8.5分 有秀 好了 本期的一周手游至简报告 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哟 小宝在这里等着你喽 好了我要去看不联奥了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